我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所謂的性質 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還有所謂的變化、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東西的性質有所謂的物理性質跟化學性質 所謂的物理性質就是跟你自己本身有關的性質 你的身高、你的體重、你頭髮的顏色、你眼睛的顏色 這叫做你的物理性質,靠著感官、靠著觀察、靠著測量等等的東西 你就能夠了解的性質叫做物理性質 跟物質本身有關的性質叫做物理性質 所以質量、體積、密度、溶點、背點 這種叫做所謂的物理性質 化學性質就是跟你會不會變成別的玩意兒 如何變成別的玩意兒有關的性質 你會不會變成綠巨人啊 你會不會變成蒼蠅人啊 你怎麼樣才會變成狼人啊 這種性質叫做所謂的化學性質 跟其他東西作用有關的性質叫做化學性質 所以你的可燃性你可不可以燒啊 你的燃點你什麼時候會燒起來啊 你的活性、活性質的就是 跟別的東西作用的容易程度叫做活性 我們講的一上會有提到它 然後叫做這些性質叫做所謂的化學性質 同樣的變化有分做所謂的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物理變化就是沒有變 本身沒有變 本身沒有變 本質沒有變 本質就是以前講的組成定的所謂的組成 我說未來會講叫做它的總原子的總類數目跟排列方式 不過那要等到後面加完原子之後才會出這種想法 就是我的組成沒有變 沒有新物質 一個最清楚的物理變化就是三態變化 固態變、硬態、硬態變、細態 你看到影片那邊都是那個球嘛對不對 擺的不一樣都在頭上都那個球 那個叫做所謂的物理變化 那化學變化就是產生新物質 有新玩業、有新東西生成的叫做所謂的化學變化 從A變成B了 你被那個吸血鬼咬一口你也變成吸血鬼了 這叫做所謂的化學變化、化學變化 產生新東西、新玩業了 你的組成變了 你的原子的總類數目跟排列方式發生改變了 那叫做所謂的化學變化 所以第一個清楚就是弄清楚什麼叫物理性質 什麼叫化學性質 什麼叫物理變化、什麼叫化學變化 一樣考試的時候題目叫做 新常好就四個選一個 下列何者為化學變化 四個就四個選一個 新常不好也要寫二十個 好請問你下列何者為化學變化 挑出來挑出物理變化、挑出化學變化 OK 台灣的一個說法 考試的說法是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有些溶解當作物理變化沒有問題 糖溶解在水中、糖的還是糖 這個當作物理變化沒有問題 可惜有些是有問題的 氯化鈉、研發、氯化水中 下血型胃胃胎會拆成納離子跟氯離子 這樣子說它是物理變化是有問題的 還有一些氯化水中哪來會有些作用 會有些作用 鏽溶與水會變成新鏽酸跟赤氯酸 你更不能夠說它叫做物理變化 所以在把溶解當作是物理變化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是錯的 然後我們以後交完例子觀點 你會更明白 知道嗎 現在就是不理它了 因為考試都這樣考 考試的時候都是溶解當作是物理變化 所以有哪個在的哪個出馬在考說 下列合者為物理變化、溶解 就當作它叫做物理變化 因為考卷這樣子考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錯的 你要明白它是錯的 這是錯的 OK嗎? OK? 好 我們還有一個講法 現在這個講法 我們會說 變得回來的是物理變化 變不回來的是化學變化 比如說 生米可以組成熟飯 熟飯不能變成生米 叫做變不回來 所以它叫做化學變化 這個講法也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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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下學期會教 有很多的化學變化是A可以變成B B也可以變成A 是可逆反應的 那個不是 你現在明顯可以知道的 可以變回來的有什麼 這些 這些 剛剛講過的綠化芽故事 對不對 有水是粉紅色 沒有水是藍色 考一考又會變回來 還有那個硫酸銅晶體 沒有水的時候是白色 有水的時候是藍色 還有那個飾紙 你們學過的水飾紙那個 酸跟檢的顏色 那些顏色都是你碰到酸是紅的 碰到檢又變成藍的 變得回來對不對 可是它是什麼變化? 化學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你現在就會知道的 可以變回來 讓你屬於化學變化 不過你目前考試會給你的例子 現在考卷上會出的例子說 下列何者是物理變化 下列何者是化學變化 絕大多數都會用剛才那個講法 變得回來是物理 變不回來的是化學 所以你要站這樣記也OK 至少應付現在的考卷大致上都OK 除了這幾個我講過的 我給你提示這個變得回來的 就是化學變化之外 其他都OK 所以你要這樣背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明白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變得回來的叫做物理 變不回來的叫做化學 不是這樣 但是暫時可以拿來用一用 考試再用 因為你目前考卷上的題目 大部分都可以用 就是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做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什麼叫做物理性質 什麼叫做化學性質 所以我們會曉得 物理性質就是你看一看就知道的東西 觀察一下 你來測量一下就知道的東西 那基本上 化學性質就是要透過化學變化知道 有沒有可燃性 怎麼知道 稍稍看嘛對不對 燃燒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基本上化學性質 要靠化學變化才能知道 物理性質就是要觀察 測量 透過物理變化就知道 那你能夠知道 這是個說法 那你明白到就好 反正就是搞懂 什麼叫物理性質 什麼叫化學性質 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然後你就會去解決 這裡會出現的問題了 OK嗎 OK